今日依之个股推介是中通快递2057 经济日报投资业华组简选原因是 内地居民消费回暖 线上线下零售需求持续增长 带动商贸流通加块 物流股可以留意 股份关注连续百年稳居快递行业龙头的中通快递 公司去年全年盈利升2.9 去到近88亿人民币 每股美国传托股及普通股 派0.62美元现金股息增长6.8 派息比率是4成 其内 毛利率上升4.8个百分点 去到30.4% 包括量增加2.4领先同业 截至去年12月底 公司市场份额22.9% 按年增长0.8个百分点 按季增长0.3个百分点 走势上 中通近月升穿去年5月延伸以来的下降轨 走势转强 公司在3月起获纳入港股通 成交明显回升 有助支持股价 策略上 可以等候低于下降轨 附近大约160元级纳 目标先是近期高位180元区 跌穿150元的话就减赤 港股通戏 美国 farm可以 下降 紀錄 女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